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29回 这一回写到了贾母性质很高 荣国府和家所有的女眷 就带着丫鬟们浩浩荡荡地到情绪罐打叫 这个三代归宿出行的大排场 可以说是整部小说里 空前绝后的一次展现 那密不透风的隔离措施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这就是回幕上 想服人 服身 海岛服的一段 他们在道观里 遇见了德高望重的张道士 他是当代连皇帝都很尊重的神仙 也是当年荣国公的替身 和贾母算是世交的故人 于是围绕着宝玉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张道士向贾母说亲 一件是送给宝玉一盘子 包括三五十件的法器 而宝玉特别捡了一个 湘云也有的金麒麟 结果这又引起了黛玉的不满 和宝玉又发生的口角 甚至让宝玉气得杂欲 闹出很大的风波 也让贾母非常着急和担忧 这就是回幕上 痴情女情重欲真情一段的内容 现在我要提醒大家 这两段情节里的两个重点 一个是关于贾母的福慧双修和得志俱全 另一个是宝玉黛玉的情感发展状况 首先我们先看贾母 清朝有一位品典家叫做王希莲 她已经发现 从福、寿、财、德 这四个条件来说 在整部红楼梦里 贾母是唯一四者都具备的女性 相比之下 其他的每一位女性几乎都有所欠缺 只不过贾母的福和寿这两项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但是她的财和德就很容易被忽略 那么就在这一回里 曹雪芹就重点描写了贾母的非凡德性 你看贾母是高高在上的老祖宗 在贾府里可是太后级的人物 她的孙女又是皇帝的贵妃 可是她并没有作威作福享受排场 反而这么的体贴 疼惜一个穷苦的小道士 当时小道士来不及躲出去 被凤姐用力打了一巴掌 跪在地下吓得发抖 根本说不出话来 而贾母知道了 连忙要人把她拉起来 给她几百钱买果子吃 还一再命令大家不要为难她 最感人的是 贾母心疼地说 这小道士的母亲不知有多心疼 你想想看 贾母岂不是将心比心 以母亲的心情去对待这个陌生的小男孩吗 而这对一个习惯于高高在上的人来说 是多么的难得 所以说 贾母展示了真正良好的贵族的风范 那就是宽厚 慈善 温柔 和气 替人设想 因此正确地说 贾母不只是贾家的权威中心 也是贾府的道德中心 更是贵族妇女的最高典范 她把贾家的优良家风给传承下来 唯戏于不罪 你看 她把家务交给了二房的媳妇王夫人 而不是长房的行夫人 这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再下一代的孙女们 贾家的四春 都是从小跟在她身边长大的 也因此才培养得这么优秀 尤其元春 探春更是出类拔萃 那贾母王夫人的教养 可以说是一大关键 而对这样一个有才能 有智慧 又有品德的老人家 曹雪芹就很大方地给予她 满满的福报 福寿双全 那么享福人 福生海岛福的这个回幕 就是对贾母的一种赞美 讲完了贾母的福慧双修 和得志俱全 接下来 我们要谈痴情女 情重欲真情这一段的重点了 那就是 这一回 是二欲之间的关系 从友情变成了爱情的里程碑 你还记得 在前面第五回的时候 曹雪芹说 宝玉和黛玉之间的情感 是亲密友爱 本质上其实是深厚的友情 而这份友情 要到了这一回 才发展成为爱情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突破呢 曹雪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关键就在于学习 你看宝玉 是看了那些邪书辟传 所以才学会的 而那些邪书辟传 就是当初搬进大观园的时候 宝玉的小丝名烟 偷渡进来的爱情小说 这些故事 让宝玉知道 有一种感情叫做爱情 告诉她 可以用一种不同的 特殊的眼光 去看待一个女性 所以宝玉才开始 用这样的心态 去对待待遇 但是呢 情况还不只是这样而已 当宝玉知道 有爱情这种性质的感情以后 也不是直接就爱上待遇的 请你仔细看 曹雪芹说 宝玉先去观察到 凡远亲近有之家 所见的那些归因伪秀 皆未有稍及待遇者 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 只不好说出来 由此可见 宝玉是经过比较以后 才选择待遇作为情人的 换句话说 爱情的发生 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听到这里 你是否非常吃惊呢 原来曹雪芹认为 爱情其实是要经过后天的学习 才会产生 并不是出于天然的本能 而且真爱也是建立在 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 并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 这两点啊 都颠覆了我们现代人的信念 可是曹雪芹的这两个看法 却非常符合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哦 其实不止爱情 是后天学习的 连母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关于这一点 你看看赵姨娘是怎样对待探春的 就可以得到印证了 再说 为什么经过比较和选择的对象 就不会是真爱呢 既然日久可以申请 连弄假都可以成真 所以啊 衡量真爱的标准 关键是要看当事人的内心 而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人 不是更容易彼此契合 更容易长长久久吗 难怪有人说 真正的爱情都必然是以友情作为基础的 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要先给二玉 一段青梅竹马的友情 而从知己变成恋人 可以说是最理想的爱情形态啊 这么说来 曹雪芹的人性观 爱情观 都是很深刻的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呢